OK 這個計之前我們可以去偵測眼睛 眨眼的這個次數跟間隔以後呢 我們同樣的道理可以把它運用在偵測 是不是有打哈欠 因為其實人的臉部 事實上就可以看成是很多個橢圓形的 形狀的集合 那我們只要能夠抓到 臉部的某一些特徵 然後針對這些特徵去形成一個橢圓形 那這個橢圓形的集合基本上來講的話呢 我們只要去判斷橢圓形的長短軸之間的變化比例 就可以知道說他們這個是不是有開合 有什麼樣的變化 這樣就很容易抓到了 所以像我是 還是一樣繼續使用 shape predicator 68這一個 這個model 那這一次我們做到是 同時可以偵測扎眼 同時可以偵測這個打哈欠 同時可以偵測這個扎眼的這個最長 最長間隔 那我機器只有一台i5而已 所以其實 事實上這個跑起來還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看齁 到我現在齁 我 我有扎眼的時候 跟我打哈欠 我嘴巴有開 有沒有那個腰那個 腰這個部分就會開始增加 然後這是我們扎眼最大的間隔 嗯 好